各位们大家好 我现在是在北京前门的步行街 镜头前方就是大石烂商业街的东路口 大家可以看到这人 人山人海的几乎都走不动 大家看步行街上 以前南边没有这么多人 现在人都特别多 因为这个暑假马上要倒计时了 你看还这么多人呢 鲜鱼口里边人也特别多呀 我这个没想到假期结束了 还有这么多人啊 很多这个游客来了北京呢 都会来前门步行街 打个卡来这儿溜达溜达 这两边呢也都是一些老字号 在这儿都一处 然后对面有门丁肉饼 你看门丁肉饼都已经开始排队了 旁边啊有个冰糖葫芦 今天有网友问我 有没有地道的冰糖葫芦 在哪可以买的 其实冰糖葫芦 我觉得这哪卖的味都差不多啊 前门步行街上 现在有很多卖冰糖葫芦的 然后这边是东来市涮肉 然后它旁边呀 还有一个外卖 还有一个外卖窗口 就是可以买羊肉串之类的 哇这人 一不小心就被人挤着了 我刚才在这路过的时候 听了好多游客在议论啊 现在想回一切回不去 因为抢不到票 火车票啊 一票难求 你看这边方专厂又开始排队了 方专厂这人吃炸酱面的啊 上有一家 先一口有一家人排队 然后这边啊 是这个全聚德吃烤鸭的地方 起源店 但不是它的总店啊 全聚德饭店 现在这会儿没排队啊 以前啊 刚放暑假那段时间 这个点几乎这人都能排在外边来 然后它这有一个烤鸭外卖窗口 咱们去看一看 买只烤鸭多少钱 全聚德烤鸭 凡 这写着呢 凡购买烤鸭加9块9可换 三款饮品任选一样啊 看这是外卖烤鸭 很多游客啊 来了北京回去之后 都会带一些特产回去啊 千万别买那个100块钱 好几袋的 那没办法吃 看他这的价格 大庄原味烤鸭161 盒庄原味烤鸭170 五香草鸭199 你看这里边都是包装 都是这种成香的啊 都有打包的 装成这种的礼盒 看这人 我的妈呀 咱们去他这个饭店里边看一看啊 看看里边人多不多 看看 回去的时候可以买一些稻香村的糕点啊 但是建议少买 因为都是以甜口的为主 很多人啊 不喜欢吃甜口的 还有一些老年人啊 有三高症状 还有糖胶病的 他也吃不了甜的 所以建议少买 看这里边就是吃饭的地儿了 这会儿没排什么队啊 他的营业时间是11点到中午2点 下午4点半到9点 哇 虽然不排队 但是人也不少呀 看来 这个是前门 全聚德的起源店啊 看这人也不少 行了 我都不进去了 出去吧 就这个视频就带大家看一看这个烤鸭的价格 说实话吃烤鸭还是吃现烤的吧 虽然全聚德有这种蒸空 烤好了给你一蒸空 给您一蒸空的那种的 但是还是没有现烤的好吃 看这人 我的妈呀 人山人海的 哇 这个穿这是糖装还是汉服啊 小姐姐好漂亮啊 看后影就把 就能迷倒一大片 看这边 方冠场炸酱面开始排队了 哦 一直排到这儿了都 好了 这个视频呢 就跟您分享到这儿了 这儿啊 就是前门楼 前门的建楼了 啊 往前走还是人挺多的 那行了 这个视频就跟您分享这么多吧 咱们下个视频见了 感谢大家的观看